莫菩萨巴迪毕萨圣 你会觉得原来如此 这个就是佛法很特殊的 你不要烦恼 你的心态想它怎么样它就变怎么样 记住喔 因为它本来就具足这个东西 比如说蜡烛本来点了火它就会亮 众生皆有佛性都有清净的那一面 但是你用佛的力量给它 去转化它 所以佛教教我们千万不要去指责对方 故意打电话骂它 传个简讯把他骂到天亮 所以你要去对它好 因为你要修这个 你不要说我不要见它 我不跟它讲 某人生病了 心情不好身体不好 我们在这边为它念要是佛 观想要是佛加持它 请问它会不会好 这个就是佛教 这很简单的道理 不但人会好事情也会好 这个就是一种 你的信心再加上佛的力量 特别是佛的力量 我们只是有相信 希望对它好叫慈悲 所以祈求要是佛帮助它 我想贪心的人修不敬观 称恨的人修慈悲观 不是光对你 包括你的朋友 你可以用你的心念 修好这个去转化它 你才会知道说 人的心灵的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你不会担心什么事情 明天这个人要告我 明天他要找我麻烦 你一直在那边担心恐怖 反而事情不好 我为你供花 我为你供水 我观想你变观音菩萨 我替你超度祖先 反正我都往里做好了 我已经跟你结善缘 特别你对他的祖先 你对他的冤亲在主 都跟他结善缘 你回向给他 然后你明天去跟他谈判的时候 还没谈 他就说OK了 先交给你再说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你从来没有恨过他 你愿意修忍辱 还故意去对他好 这个就消除掉 你跟他的对立 各位试试看 这个你不去试 你永远不相信 这个叫什么 不可思议 所以很多人一起做好事 天上就会出彩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好事的时候 特别有悲心的时候 照见五蕴皆空 外在的环境也会转化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你生病 那你不要忧郁 不要担心 静下来乃至修慈悲心 你会发觉病不见了 心态变 夜暴变 所以我们叫 医暴谁的正暴 这个身体是医暴 正是你的心态吧 所以你要调整的是你的心态 所以因为所有的病 都跟心态有关系 贪心叫水病 称心叫火病 所以呢 鱼痴叫疯病 那佛经都说 傲慢叫硬病 什么叫傲慢 膝盖不好的人 就是傲慢 跪不下去 自以为是 膝盖吹个 坐个车都回来都会痛 你会觉得你膝盖 因为就是傲慢 自己为自己条件 所以你骨头容易出痠痛的问题 但是你从现在开始 不要傲慢 不要眼睛高高在上 傲慢的人眼睛还会不好 因为高高在上 所以因为心态变成如此 所以你要开始谦虚 那你要修 多身段柔软了去帮助对方 这是你要修行 对峙你的烦恼 所以没有烦恼了 就解脱了 所以那烦恼来 烦恼从哪里来 那就是因为 我叫执着有个 我这个东西的存在 叫我执 我爱的 我喜欢的叫贪 我恨的 我不喜欢叫撑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会有贪撑持 那你就会照 牲口一夜就会轮回 我讲这个道理 各位如果你经常看福晶 你会觉得这个很熟了 熟问题是你不用没有用 我发觉现在因为 研究佛教知识太容易了 读佛学院太方便了 但是能够把佛法 用在自己生活上就少之又少 你看他个性就知道了 平常好好的 一开始就 这样 包括出见 因为这是他的个性 他从来没有修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佛堂 米 托 佛 快老了快死了 哦 米 托 佛 他叫你慢 慢 该快的快 该慢的慢 你要接受调整 抄经 你这个人急性质的人 你要抄经 所以讲话会三二一跳来跳去的 你要抄经 因为你抄经的时候 佛陀就直接在你心里面 记住 抄经不是你在抄 是佛在抄 为什么 你佛的心 念佛不是你在念 是佛的声音 如果你觉得你在念 那就错了 你觉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我把佛 普度众生的名号 从我心里面念出来 要去帮助众生 不是我在帮助众生 如果你觉得你在帮助众生 你会骄傲 把自己全然供养给佛 我成为佛的工具都没关系 我的眼睛变观音菩萨的眼睛 我的耳朵变观音菩萨的耳朵 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精髓 大乘佛教不要你消除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解脱的心 大乘佛教不需要 你可以直接转到那边去 眼睛不是我的 眼睛给观音菩萨 眼睛来看真理 眼睛来看哪里受苦 帮助别人 眼睛不要有分别好坏的想法 对方越糟糕 越需要观音的爱 对方越无名 你越需要给他光明 这个就是你学佛了 你决定受戒 这个意思 这个叫菩萨戒 第三个要讲的心 念一下菩萨心 也叫大悲心 菩萨心都可以 第一个真上心 你要持戒不失 相信因果 第二个解脱的心 那你要消除我直 或是经常思维空性 对峙烦恼 那以这两个做基础 各位记住 不要跳到第三个 这两个做圆满 才可以做第三个 因为第三个做的跟第一个都一样 只是动机不一样 你还是在布施 你还是在孝顺父母 你还是在放生 你还是在拜佛 只是 第一个是为自己在拜佛 听说拜佛身材会好 老是来世做皇帝 声音好听 努力摆 这样 那第三个呢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再拜 礼拜十方佛 你一样在拜 所以成佛跟妹成佛做的事都一样 但是动机不一样 比如说 世间人点一盏灯是一盏灯 用菩提心点一盏灯 是一盏灯的 这个叫功德 因为你想的是众生 那这个只能扪心问你自己 不过我认为要修这个最好 孤独的修 因为有些人的习气 有人他就要动 有人他就要比 他要比给人家看 所以我经常带人家去护目 你跟谁比 你好好捏 你好好布施 因为那个时候 你觉得 因为你不会跟鬼比 但是人跟人比 很奇怪 两个美女站在一起 就会比一下 我这些习惯 习惯 因为这个习性 就是以前带过来 攀比 打仗的人 做官的人 权力斗争的人 做皇帝的人 做这些高富贵的人 他就喜欢 他不习惯 别人比你高一点 他就不喜欢 内心里面不习惯 就像照相 有时候旁边站 我说你不能站后面一点 你比我高 你把师父给扁下去了 当然我师父给我说 做菩萨不能太高 不能太帅 不然人家觉得 你跟我不一样 你要觉得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可以修 千万你不要认为说 我修修修得很好 我要外表比人漂亮 比人高 比人特殊 那叫骄傲 最容易出问题 就是这些人 部分在家出家人 你注意看 因为他有一个攀比心 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 那事实上 你看祖师大德的传记 南登佛碰到奥弥陀佛 南登佛视线 是一个肮脏的老儿上 有名言受禅师 然后那时候 和睦王说 要请一千个出家人 结果和睦王说 跟有名言受禅师说 师父你说 请一个出家人 就有一个佛 到底那个佛来了没有 那有名早就来了 都在后面 你们都不知道 皇帝哪个哪个 赶快告诉我 坐在最后面 那个老和尚 因为他进来 都被赶出去好几次 结果因为和睦王 对有名言受禅师 有信心 跑去 老和尚老和尚 对不起 听说你是南登佛 一直磕头一直拜 然后南登佛老和尚 哎呀 弥陀多嘴啊 弥陀是谁 有名言受禅师 他们都显现了 所以中国人说 当你显现你的身份 故意 有时候故意要舍抱 也就是说 当他们在显现的时候 一定很平凡 所以各位 你长得很平凡 你一定是佛菩萨 你故意长得跟人家不一样 你怪怪的 你可能阿修罗到的 这很小 我要不一样 这个心态会让你一辈子很痛苦 这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谓的出离心是了解自己 你必须了解自己 而征服自己 这一点是你要自己看见的 当然最高的叫大悲心 慈悲人人都有 哪一个动物不爱自己的小孩 连老虎都会爱自己 这个也叫悲心 但是大慈大悲跟悲心又不一样 悲心慈心是每一个妈妈疼小孩 这个是自然的 这是人性 但是你要培养到大慈大悲 那要加入佛性 那就是空性 所以这一点 就像昨天我跟一个居士 他还在跟我说 欧马尼辩美宏要念一亿遍 我在后面鼓掌 请你有一亿遍的大悲心 不是一亿遍的欧马尼辩美宏 如果持住而没有了解经典的生意的话 而就跳到那边要攀比的话会中毒 我拜十万拜佛 我说你看我就很骄傲 你拜十万拜 可能你没拜过佛 为什么 拜佛是不是要把自己降服掉 让所有众生坐在你头顶着拜佛 我顺便教各位 有时候有空打坐的时候 把你所了解众生的苦 看到你前面来 看到会掉眼泪才行 我们以前念观音菩萨念 欧马尼辩美宏 你不掉眼泪 师父不让你念 他说你念了中毒 也就是说 你要把众生的苦 一直拉到前面来 而把这个苦 要想到变成你最爱的妈妈 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会掉眼泪 但是我们的妈妈或亲生儿子 在病的时候 你心里会掉眼泪 所以你要把这两个接在一起 然后自然掉眼泪 那个时候你再来念 欧马尼辩美宏有用 为什么 有悲心才念的 这个你要练习 然后当你练习到 你真的会掉眼泪的时候 看到袋鼠 看到北极熊也好 看到非洲的这些老虎 老虎很可怜 它可以吃草了 但是它没得吃 它不吃草 所以要领可饿死 羊也可怜 老虎也可怜 你要一直思维到掉眼泪 那掉眼泪你怎么帮助她 我没有能力 所以祈求十方诸佛 当首先你把众生想到你面前 想到掉眼泪 你要一直修 然后再来 你就要想诸佛菩萨在你头顶 因为他们好苦啊 这些众生妈妈好苦 我要祈求阿弥陀佛 要是佛 我要一直祈求 祈求到 感受到佛在加持他们 感受到佛在加持 所以你感受到 然后那个时候感受到 你把佛移到你的心 那时候你不会掉眼泪 那个时候充满悲心 为什么 我只想救她 以佛的心影响你的心 第三个 当你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再把众生又拿回你头上来 刚刚是佛在头上 现在是众生 因为我们修大悲心的人 就是要把众生顶在头顶 就像观音菩萨说 我头上的阿弥陀佛 是代表众生 是要让众生去净土成就阿弥陀佛 就像大四字菩萨 头上顶着父母的骨灰 不是光他的父母 所有轮回众生 是我头上的骨灰 是我的父母 各位一定要修到有这个感受 千万不要说我会读书 我会持咒 我会怎么样 然后你离开了那个基本的修行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中毒 变成一种慢 骄傲 那你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你很难再转过来 所以佛陀说 宁可慈悲 但是不能做空 宁可老老实实地去相信因果慈悲 你可以不认识空性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去追求空性 你舍离慈悲去追求的空性 那叫偏空 甚至叫邪教 那对你会有很大的伤害 那对你会有很大的伤害 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我们常常看到海淘法师 在食灾日直播传介 什么是食灾日 食灾日是每月农历的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这十天 天神会来巡视人间 简视大家累积的善恶业 同时也会有恶鬼邪魔 在这个日子兴风起浪 若行善 神明后法就会护持你 若做恶 鬼魔在主就可能找你麻烦 因此在食灾日 我们要多做善事 持灾戒 并诵经回向 无论是普门品 金刚经 还是地藏经 都能消灾免难 不仅能利益自己 也能利益他人哦 黄财神祈祷文 北 europ 邪闲 祖友 讯照 самし 护住黄财神 祖吉文曾찬 一除黄财神 新武士 桑吉住佛 caller 华才神 全行祈祷辞 允�ное夕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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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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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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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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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